《司马迁》 司马迁他死记写好了以后 我们今天给他加的名字 他这部书52万多字写好了以后 他请人抄了一部 有一部交到朝廷里去 他把另外一部长子名山 当然长子名山并不是说真的山里挖一个洞啊 藏进去 他就是说私下把一部书拖给某某人 就是万一我献到朝廷里的书被毁掉了以后 我还有一部书可以在明天流传 那么今天我们留下来到底哪一部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司马迁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刘家的皇朝 我对司马迁来说没有什么多少的感情 因为最后让司马迁这样一个大男人遭受了这样的侮辱以后 他对皇帝这种本质来说 他真的是有很深刻的认识 所以你今天看看他写皇帝都写的不怎么样 但是为了这部书的流产 他没办法 他有些本纪方面把皇帝写的不错的 他写刘邦 刘邦怎么样子生的 刘邦他的母亲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 刘邦的爸爸去找母亲的时候 一阵雷鸣打下来 他发现他一条龙在他妈妈的身上 中国人那个时候也笨 就相信这一点 刘邦是天子 刘家的皇朝延续了四百多年 并且没有人敢取代他 你像袁硕一成皇帝 马上全国人都打他 袁硕最后没办法了 后来又气又病就死掉了 因为刘邦死后四百年 人们还承认刘的才是皇帝 像刘备这样一个卖草鞋出身的人 最后也可以宣布做皇帝 大家都承认他 因为你是姓刘的 那个时候的思想真的是非常的单纯 那么司马切我们说 无论如何他的死记流传下来了 他这个写刘邦他写的神神道道的 刘邦屁股上有七十二颗黑字 刘邦的鼻子龙准 鼻子很高等等 当然我们今天无法看到刘邦的肖像 现在我们看到刘邦的像 汉武帝的像都是后人画的 后人画的皇帝都差不多的了 我看一看没什么多少特别 这个司马迁这部死记里面 今天我们看到的汉武本记 据说是初上孙补的 不知道皇帝看了最后感想 那么下面我们讲讲死记的体力 死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华士队的标志 是一部就天人子记同古今子变成一家字炎的伟大著作 这个就是司马迁写作死记的目的 目的是这样十五个字 就天人子记同古今子变成一家字炎 就天人子记就这五个字啊 够我们研究的了 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情况 大家有没有得过西门报传有没有得过 小学里有没有得过啊 西门报 西门报得过吧 西门报自年得过吧 西门报自年啊 这一篇也写得非常有意思 西门报到了尼这个地方做一个县令的事 尼是一个大县很大的县 当地我们大家知道 有一派势力叫乌 乌啊 上面这一横代表天 下面这一横代表地 中间通起来的这个人就叫乌 乌 我们今天农村里的乌是没有地位的 但是在先前的乌的地位是很高的 我们大家知道佛教里面也有啊 通天的 我们佛像里面有一个飞天 大家看到过没有 飞天啊 从地上可以飞天的通天的 道教里面也有 道教里面是羽人 就穿着羽毛的羽人 也可以飞天的 基督教里也有啊 天主教基督教里也有啊 安齐尔 是不是啊 现在小孩子 圣诞节晚上的时候 父母亲都要在鞋子里装点礼物送给他 第二天早上告诉小孩子 在昨天晚上 圣诞扰人送了给你的 这个也通天了 天上送下来的 小孩子很争气 这个好 这个好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收到过圣诞礼物啊 小孩子的时候 这个 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 也有一种乌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 我们回忆一下西门豹字捏里面这个事情 这个西门豹字捏真的非常有趣了 对吧 当地乌乌告诉西门豹 你信令来了 好明天请你们参加一个典礼 就是我们给和神娶媳妇 这黄河经常犯人要娶媳妇啊 西门豹去了 西门豹说好啊我来啊 西门豹看了半天 今天那个姑娘说 哎哟 可以和伯娶这样的媳妇不太好 不漂亮 今天这样子好了 今天战换啊 战换 我是尼令 我这个地方你说这样子的女人拿得出去嘛 不漂亮 个子也不高 样子长得也不好 这样子好了 今天通知一下和伯把婚礼延期几天 我再给她找一个脖子生 女脖子漂亮的送给她 是不是啊 地位高一点 文化程度好一点 漂亮一点 家装丰富一点 你说她讲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啊 可能这个姑娘真的不漂亮 但是要去告诉和伯今天的婚礼延期 西门豹叫谁去啊 叫她去 最大的屋 我估计的年纪最大的 大概六十岁了七十岁了 叫她去告诉我 蹦 把她丢到黄河里面去 黄河边你们去过啊 我到时候去过虎口拨布 啊 这个泛滥不得了 掉下去肯定没命了 游泳最好的也没命啊 西门豹 你看看下面看西门豹的表情 她不是说扔下去了 自己坐在那 她自己逼宫逼近的站在河边 等啊 眼睛就看着这个河水 等着这个大屋回来回报 和神同意了 是吧 明天后天吧 对不对啊 或者过半个月吧 她等了半天 等了很长时间 等得真的非常的虔诚 这个大屋去了 大概那边酒席太好了 河边留大吃饭 现在还没有回来 叫我们那么多人在这里等 二屋 请你去一下 蹦 丢下去 她还是逼宫逼近的在那 腿酸了她也在那等 二屋下去了 三屋 你下去吹一下 叫得我们都等得不断烦了 是不是啊 大家知道到这儿为止 西门豹一点没有违反宗教的定义 因为它是屋啊 你是沟通我们人跟神的关系 是不是啊 何不需要取媳妇 也是何不告诉这个屋来操作的 屋怎么操作 县里的每个人都要测 比方测十辆银子 给何不取媳妇 老百姓扎骨卖铁也要测十辆银子 比方说 这个数字我定的啊 要测钱 给他办 实际上这屋 吞进了大肆的认识名称 最后不知道从哪里 找一个姑娘里丢下去了事了 是不是啊 她从里面大发横踩 但是西门豹你看很聪明啊 他没有 他拟令 他没有宣布 不准给何不取媳妇 你们这个是迷信活动 不行的 这样子会遭到那种迷信 信徒们的大力的反对 下次如果河水一犯了 都是西门豹 是不是啊 西门豹你看 我好啊 我尊重你啊 我来要参加 就是我看了一下 这姑娘不漂亮 可能有人讲这实话 他买了一个很便宜的姑娘 很不漂亮的 是不是啊 充速 那不行 要做好一点的 要做好一点的 他讲的完全符合我们的常规啊 最后没办法了 西门豹还得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人下去 还有人 后来他们来向西门豹求情了 哎哟 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都搞错了 我们这也不 这个话不是西门豹说出来 是那种乌说出来的 你这搞不好全部乌都下去 这个折业全部把你从尼线全部没掉 是不是啊 司马迁的《死记》里写的真是非常的活龙活鞋 写的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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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 大家领会一下 这句话 就是旧天人子迹 这个天人子迹啊 我估计 从一个小小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道理 我们大家知道刘邦叫天子 大家千万注意着天子这个字 先秦就叫天子 周朝的天子不叫皇帝就叫天子 以后反正做皇帝的都是天子 是不是啊 天子 天子不是人啊 他是老天的儿子 要知道 司马迁很多问题想不通 为什么项羽号召的那么大 他是宠将的后代 刘邦什么人 刘邦是有无赖 小小的庭长 是不是啊 刘邦的本事 假如安定后方 绝对没有蕭河那么好 打仗 绝对没有韩信那么好 触摸画擦 绝对没有张良那么好 刘邦自己要讲的 运车为我子中 我不如张良 在后方筹摸兵力 筹摸粮草我不如蕭河 前线打仗 我用兵法 我绝对不如韩信 我手下有三个有名的人 对不对 但他对这三个有名的人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肖河终于他一辈子 对不对 肖河最后刘邦晚年 还给他丢到监狱里去 肖河吓得不得了 肖河吓得不得了 后来人家跟肖河讲 他说你这个人啊 太规矩了 肖河这个人不贪财不什么 后来人家跟你说肖河 你这个人威信太高了 你从此你要犯点错误才行 肖河说怎么犯错误啊 你要占便宜 占小便宜 跟边双的邻居闹点矛盾 把他的房子占一点来 把他土地占一点来 让人家到刘邦面前告你 那你这个人有点污垫 你有时候做这些 要稍微贪污一点 还要让皇帝知道 叫皇帝才知道 你没有很大的气魄 现在皇帝想的就是 我以下就是你 你是不是想做皇帝 他想的这个 你要把自己弄得脆一点 肖河后来没办法 真的去这样干了 稍微贪污一点 稍微浅一点 跟女人也搞点乱七八糟的关系 人家到刘邦那里去告他 刘邦很高兴 原来这个宝贝成不了大气候 是不是 韩信 二话不是把他杀掉了 最后他老婆撒 撒不下去他老婆撒 是不是 张良 张良我们知道最后装病 毕过 什么叫毕过 毕过就是不吃饭吃素菜 吃点素菜 过就是粮食 不吃粮食 每天在那儿吼着 今天喝两口黑水 明天喝什么 张良这个人计谋很大的 刘邦也猜忌他 后来吕后看看不行了 因为张良帮过吕后的大忙 吕后没有被废掉 吕后的儿子没有被废掉 这是张良给吕后出的点子 你去把双三四号请来 把四个老头子请来 天天跟着你太子 你太子地位就保住了 你们要把大量的金钱拿出去 包括你旅家的人 大量的金钱拿出去 把四个老头子 刘邦都请不到的人 请到太子背后 这四个人帮太子讲话 你太子绝对废不了 后来刘邦有一次召集太子 太子小青年 后面跟那四个老头子 虚发戒白的 问他是谁 他说这个双三四号 刘邦说我都请不来 你太子居然请来了 你太子太好了 不废 不废了 所以他张良点子 张良帮过刘邦大忙 后来以后命令张良 你要吃饭 因为张良知道 一个一个惩罚过去 下个就轮到我了 我这个本事太大了 你不要看看张良 张良本事太大了 以后强迫到吃饭 张良就吃饭 从此张良活下来了 这个汉初的功臣有事呢 所以司马迁说 我要贪就天人之急 就天人 很多讲不通的道理 我要把它想通 还要通古今子变 古今子变 我讲了那么多朝队 三王五帝 夏商周 秦朝 最后讲到汉朝 古今子变 我要把它搞清楚 最后呢 我成一家子盐 司马迁的胸襟非常宽大 他的气魄也非常大 伟大著作 那么这个是司马迁呢 司马迁这部书 一共分哪几个部分呢 我们今天看看 五个部分的内容 一个是本纪 本纪写天下的最高领导人 不一定是皇帝 你比方说项羽 他就把它留为一个本纪 为什么呢 他去了秦始王以后 到汉高洲之前 应该是中间没有空白的 那个领导人是西渡霸王项羽 我们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把项羽本纪讲一讲 表 书 史家 黎传 一共一百三十篇 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字 那么本纪 除了秦本纪以外呢 叙述离得最高统治的帝王的证捷 表示 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四季 是全书叙述的联络和补充 书是个别世界的死魔文献 他们分别叙述 天文 立法 水利 经济 文化 艺术等各个方面的 发展和现状 与后代的专门科学史相接近 史家主要叙述 贵族和王的历史 离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 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 那么少数离传呢 它是叙述国外和国内 少数名的军长统治的历史 史记就是通过这样子五种不同的体力 和互相之间的配合补充 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它的祭祀呢 上至皇帝 下至武帝 太初年间 那么全面的叙述了我国上古到汉族 三千年以来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 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司马迁一个人写了三千年 一个人写了三千年 司马迁的史记出来以后 因为三万五帝 夏商周 周朝 大家写的不断地地下文献出土 大家觉得是可信的 那么以前那些是可信不可信 我们中国学着界最早是全部的信古派 只要古人讲的 我们就相信 到我们中国二三十年代 那个是胡舍啊 顾吉刚他们先生 他们提出来 他们形成了以古派 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什么事情都要把它推翻 以古派 以色列斯他们认为是不现实的 那么但是二三十年代 我们中国也出了几个大师 你像王国伟先生 你像梁启超先生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几个导师 都非常有名 一大批人 那么你像王国伟先生 他提出来 他的研究历史 我们要有双重证据法 什么双重证据法呢 比方说像司马前的史记 这是文献资料 还有我们地下戳突资料 结合起来 以前有人提出来的 双朝的历史 下朝的历史 可信不可信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没想到1899年的时候 我们地下河南安阳的地方 戳突了大量的架构文 大家知道 架构文的过程 戳突我就不讲了 但是 后来人们把这个架构文进行研究 基本上可以跟史记里讲的双本纪 完全对得起来 所以我们说司马前的记得是真的 现在我们缺少的是夏朝 夏朝的历史到哪里去找 我们等得着像河南安阳小藤城这样的出土的伟大的发现 我一个朋友叫陈胜勇 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叫中华第一帝国夏朝 他认为夏朝不一定在我们中国北方 他甚至是像我们现在你说 余奥的河沫都出土 对吧 像那个余航的梁州文化的出土 证明了还有四川的三星堆的出土 证明有什么道理呢 我们中国以前我记得我们导书的时候看的时候 都是说我们中国北方北京原人的发源地 像这种不断的出土 我们现在可以证明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多元的 北方有我们浙江也有 浙江河沫都七千年 梁州文化四千到五千年 四千到五千年就在史记的范围之内了 是不是啊 但是史记里面写的大部分是北方的事情 当然也讲到南方 比方说讲到大鱼 大鱼 大鱼一个女人在等她 前节的事情有人她说大鱼有什么有什么 大鱼 当然后来后来出了很多争论 网上也出了很多争论的事情 我们今天没时间就不讲了 史记的思想内容 史记的思想内容我想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大家回去看看文学史 好不好 史记的思想内容 还有史记的艺术成就 我们的文学史里都有的 都有的 我们大家看一下 下面我们把史记的具体内容讲掉一点 好不好 我们讲项羽本集吧 讲它几段 大家看看能不能理解 项羽本集我们高中里学过没有 鸿蒙燕学过没有 鸿蒙燕学过没有 鸿蒙燕学过啊 好 我们就看看鸿蒙燕 鸿蒙燕里面有一段话大家会不会讲 鸿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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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座位最珍贵 看看哪个同学举手 讲得出来吧 你们高中里不是多够吗 那位穿红衣服的男同学能不能讲 我认为是亚富 亚富 为什么 很难像做嘛 也就是说坐在北朝南 坐北朝南 坐下 讲的有一定道理 其他同学有没有观点 有没有想法 这个是我们中原的观点 中原的 所以我们多舒瓦要贪旧 贪旧一种地方的特点 他是楚人 告诉大家 还是项羽跟项部这个位置最珍贵 为什么 楚人的风俗习惯 楚人是南方的 楚人上最早发源在河南南阳 我给大家讲过了 后来到湖南湖北 这一段 楚人的习惯跟中原不同 楚人是上东 上车 上祖 上祖 上什么意思 上是最珍贵 上东的最珍贵 红色的最珍贵 上祖 就祖比又要大 楚国的观 中原的观 又比祖大 又比祖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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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